小巧冰рок 只是一位 小巧冰 小巧的伊末 小巧冰 小巧冰 大吉 大吉 小巧冰 帶大家看一下山景 我們剛剛起來 然後靜坐 一起靜坐了一下 然後感覺很好 在山裡面 群山環繞的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早餐來了 吃完早餐之後 他會出去研究一下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然後問一下當地的人 哪裡有好玩的什麼的 我會把行李收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發 看一下今天的早餐 早餐小姐來了 我就很簡單的吃一些麵包 麵包 水果 果醬奶油 跟 然後我太冷了 我就套了 早上起來就套了阿妮的毛衣 我們準備好要出門了 嘿嘿嘿 我覺得 外面好像很冷 我穿了我最飽暖的一件衣服 我穿了一件T恤 我穿了兩件 然後牛仔褲 裡面也穿了一件內扎 所以就是兩件兩件 裝備再升級 我穿了阿妮的Sweater 跟他的帽子 上次我說在土耳其買的 但後來他跟我說 我記錯了 是在蜜爐買的 然後我搭了個襪子 阿妮的 妳可以拿到這個嗎 妳可以拿到這個嗎 不可以拿去這個嗎 妳可以拿著這個嗎 妳可以拿這個嗎 妳可以拿這個 妳可以拿這個 妳可以拿這個嗎 我可以拿這個嗎 спокой 不能把它拿給你的 不需要 不需要 在這裡 又可以拿住嗎 嗎 我的腿 蓋上我的腿 好 好 走 我準備好了 好 好 昨天在Seeking聽他們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 這邊 他們好像這邊講三種語言 然後他們這樣交錯著講 然後尼泊爾語聽起來 讓我覺得好像韓語喔 就讓我一直覺得這邊很像 愛得迫降的那個 北韓傳統村莊 他們說這邊的人 都很純樸 因為很少跟外界接觸 這家餐廳 我們來吃摸摸 他叫王的快餐店 這邊很多 很多賣水餃的地方 還有賣炒麵的地方 還有賣一些印度式的中餐 我們預計會在這裡再待 這個飯店再待一天 然後我們買了一些 食物 餅乾 然後 有點難以看 去放一下 番茄 買了 兩包泡麵 一包鹹的餅乾 然後這個就是一般的 牛奶蘇打餅乾 然後這個是 麵包 麵包 樂士 然後這個是 應該是放在牛奶裡面 裡面有巧克力醬的 Series 我買的 看得出來哪些是誰買的吧 非常明顯 這是我們今日的旅程 跟明天的早餐 啊 他又買了一個濃湯 很棒耶 你這樣還有Chicken 呵呵 換成了雞湯 耶 我們的 雞肉水餃好了 登登登登 這邊的人 長得都 比較像華人 就是相對於 印度其他的地方來說 而且他們 他們都穿著比較厚重的衣服 我真的一直有一種 愛德魄醬的帶入感 來到九份的感覺 就是一個山 三層 哦 現在這個是 零化了一個 司機大哥 要在我們區 第一個 這附近有一個比較高的地方 可以觀景 嗯 嗯 第一次往山上開了 嗯 第一次往山上開了 嗯 大哥跟安逸聊起來了 很緊張 我們現在要去做那個 滑翔翼 滑翔翼嗎 就是 看到看到看到嗎 我等一下要上去 我覺得他們這邊很厲害 就是那個司機 他會介紹行程 然後他就把你載到這裡 然後他就 推薦了這個行程 我剛剛不是才說 這裡真的很像北韓 然後很有愛德魄醬的感覺嗎 我覺得 我其實很想玩 但我現在一直在發抖 我覺得 一方面是因為冷 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 好像有點可怕 他們說會有一個 教練在我後面 然後我會握著那個GoPro 然後這樣上去 好可怕喔 我很怕會把那個GoPro給 太冷然後就把它放掉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 應該 應該 應該很安全吧 我覺得 好緊張喔 好高喔 我們剛剛爬了一個很陡的坡 這樣上來 然後 我覺得好高喔 然後 上面是爬滑翔繩的地方 我一直在發抖 進來 先別動 現在是爬廁 之前是爬廁 之前是爬廁 都不叫廁 真的不叫廁 看不叫廁 這樣又不叫廁 好想要唱完小高中的效果喔 可以唱你的 這教練很容易 是 你像你的隔练 你像紧紧的 呼 他體肥了 他體肥了 謝謝 差點 剛才是他體肥的 真的嗎 我剛剛超緊張的 然後他們就開始很迅速的就有一個小哥開始幫我穿梭的裝備 然後我就一直在發抖一直在發抖 然後我就說我很緊張 然後呢後面那個人就教練就說不用緊張放輕鬆放輕鬆 然後呢他就馬上開始助跑 然後左右兩邊就有兩個人拉著我的手 他們就把我這樣往前推 然後我就起飛了 就是沒有給你緊張的時間 我們現在先下去這個波有點抖先不錄 嘿嘿好開心哦第一次 你有可以看風景的亮點 這是卡林峰的最高點 遠處霧那邊就是世界第三高峰 但今天霧有點濃 所以看不太到 好美哦 很冷喝一點茶 乾杯 好美哦 有人在騎馬 我在路上也有看到很多人的家裡有這個 很多個顏色的薄薄的布條 然後上面好像有刻金紋 不知道是應該是佛教的經文吧 那邊有一個人坐在樹上耶 是一個地標 是一個地標 就是你可以玩一下這些遊樂設施 然後還會有一些科學在背後解釋 這個就是經典的那個打那個飛盤的啊 這次他有個男士的 他不是屬於是 她是封面子的 我們要去旅館的路上 那個小哥經過這裡 然後讓我們下來 看一下這裡 一個佛教的寺廟吧 剛剛關這個寺廟 他說那個經文的意思 他說那個顏色的布上面應該是佛教有很多個經文 就像一個禮物一樣 他說 這是一個國際學校 剛剛關卡卡問他今晚的事情 然後他就很感興趣問我是哪裡來的 我應該一開口就已經透露出我不是印度人 然後他剛剛就說 他就很震驚我 我不是印度人 我剛剛說他碰我的年輕的時候 一直覺得我就是尼波爾人 因為長得跟尼波爾人一模一樣 這附近真的有很多長得很尼波爾的人 那邊的人都很熱心做人 剛剛史基大哥推薦了我們很多要去的地方 然後還幫我們打電話問大吉里那邊要怎麼交通要怎麼過去 因為這邊其實雖然說是你要搭交通工具 但其實也就是要找到有一個人願意站你去 然後像是那種小巴一樣 沒有公車 不可能有公車 或有覽車那種 像這種山路都是小巴 然後他現在打電話幫我們問 我們回來了 我們回來了 他們剛剛那個司機看到我 看到我的眼睛 然後一直就覺得我是尼波爾人 然後他就一直很震驚 他重複了四五次說 You look like a pure Nepalese 然後但是我一開口講話 我的英文就不是尼波爾人 就是我是不會講尼波爾話 是否還會找到一個人 我們都會找到一位 這個是天然階的 是今天室舊 我們都會找到一位 我喜歡玩家 是你不信地 是我們都會找到一位